很多人跟台长讲 修心很苦啊 是的 修心人的苦是暂时的 只是在消除今后的业障而已 而且是有限的和值得有价值的 而不修心人的痛苦 那是一辈子的 他们的苦痛是白瘦的 就犹如我们买房子和租房子一样 大家想一想 买房子的债 我们终归还会还得完 如果我们租房子的钱和债 那是永远还不完的 奇迹只会出现在相信奇迹人的身上 我们要相信菩萨会保佑我们的 去年来高雄 台湾高雄演讲在巨蛋 我为台湾民众祈福 结果天吐台风转向 这是因为我相信 观世音菩萨会让奇迹出现的 面对现在的社会 多灾多难的世界 我们的佛祖 释迦牟尼佛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 对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 早就有话说 他把我们这个居住的世界 形成为 形容为火灾 到处都是灾难 又把构成我们生命的 这个身心主体 称为苦具 所以如果要修心改变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 拒我们苦的这个心来转换 所以我们绝不能对这个世界 抱有很多的筛望和希望 什么永恒 什么永久不变的快乐 均属虚妄的 因为我们今后都不知道在哪里 我经常跟大家讲 五十年之后 我们又在哪里 希望大家想通想明白 在这个地球 在这个人间 多多的修行 广结善缘 让我们能够得到永久平安 和永久快乐的地方 不在这个宇宙 不在这个地球上 而是在我们真正 以后要回到的天上 让我们共同努力 回到我们的佛祖身边 回到我们观世音菩萨 母亲的怀抱 其实我们希望您能够通知 请不吝点赞小后 请不吝点赞小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